好处就是一旦你愿意去去改善你的这些缺点 然后你个人就会变成越来越类似超人的存在 越来越无敌的你知道吗 然后最后你才可以再把你的工作 然后再分担给其他人去做这样子 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的网站叫超人行销公司的名称吗 因为我觉得超人最符合我的人格特质 就是以一打十这样子 是 那这样子你是怎么克服自己的缺点走到现在 其实不是很容易 就是一开始人都是会逃避缺点 我以前最讨厌做的我举个例子 其实就是克服收获服务 很多人都很白目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 好险就是我以前是数学老师出身 所以我会稍微比较有耐心 可是难免有时候也会收到一些酸民 还是一些莫名其妙留言 所以我发现在极少数的情况之下 我有时候跟有一些客户就不是很愉快 好险 好险